隐藏着的珍宝我们的本性,也就是佛性。 所谓佛性就是成为佛陀的种子。 把聚光镜对着太阳,把光聚在爱荣上,爱荣就会起火。 那么,火是从何而来的呢? 太阳和聚光镜相距很远,两者不可能碰到一起, 但太阳的火以聚光镜为源,出现在爱荣上了。 不过,即使有了太阳,如果爱荣不是可燃物,爱荣也不可能点燃。 把佛陀智慧的聚光镜对准在佛性成佛的根本这个爱荣上, 佛陀的火就会作为佛性开化的信火,在心灵这个爱荣上点燃。 我们背离了本来所具有的能够觉悟的佛性,为烦恼的灰尘所缠绕, 我们的心受善恶形态的束缚,深深地感到不自由。 我们本来是具有觉悟之心的,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虚假现象, 遮住了佛性之光,在迷界徘徊呢? 从前有一个人,早上照镜子时,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脸和头了。 然而,他的头和脸并没有丢失。 而是他看了镜子的背面,以为自己的头和脸不见了。 佛陀说,想要觉悟而未能觉悟的人,如果为此感到苦恼,那是不必要的。 本来在觉悟中是不存在迷惑的,但在无限长的时间里, 受外界课程的影响,产生了妄想,并由于这个妄想而产生了迷惑。 因此,只要丢掉妄想,觉悟自然会回到身边。 我们就会懂得并不是在觉悟之外还有什么妄想。 而且奇怪的是,凡是觉悟的人,就不会有妄想,并会感到未曾有过什么需要被觉悟的东西。 这个佛性是不会穷尽的,也不会消失。 在乌浊的躯体中,在烦恼的最深处,佛性仍然蕴藏着他的光辉。 从前有一个人在朋友家里喝醉了酒睡着了,他的朋友由于有急事踏上了旅途,朋友为他的将来担忧,便把值钱的宝石缝在他的烟灵里。 他酒后醒来,不知道他的领子里有宝石,他流浪到外国,曾苦于没有吃穿。 后来又遇见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对他说,你的领子里有宝石,你可以拿出来用。 这个宝石就好比佛性,佛性的宝石,尽管被他称等烦恼的衣领包藏着,但他并没有受到污染。 任何人都具备了佛陀的智慧,佛陀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称赞说,好极了,人人都具备了佛陀的智慧和功德,但我们被自己的鱼翅覆盖着,用颠倒的眼光看待事物,无法看到自己的佛性。 所以佛陀教导我们,要我们摆脱妄念,让我们知道,我们本来是同佛陀没有区别的。 这里所说的佛,是已成的佛,我们是将来的佛。 除此之外,在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虽然是将来的佛,但不是已成的佛,如果以为自己已成了道,那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尽管有佛性,但如果不解脱,佛性就不会出现,如果佛性不出现,就没有成道。 佛性不会因人的死亡而消失,它在烦恼中也不受污染,而且永远不会消灭。 这样的佛性,只有学习佛陀才能够发现它。 摆脱我直显佛性俱载,佛陀从节夜出发,来到平皮苏罗国王统治的主要城市王舍城。 他的弟子们,包括他睿智的大弟子舍利弗,也随他一起来了。 舍利弗以智慧第一名温侠尔,王舍城的许多居民竟分不清他和佛陀谁是弟子,谁是老师。 佛陀有一台高一下弟子的声望,于是就当着国王和人民说,欢迎伟大的法师吧。 舍利弗的确熟完了佛法,取得了最高的智慧。 现在,他就像一个家产万贯的贵族掌握了财宝一样,他可以使那些苦难的人忘记悲痛,请显示出自己的智慧吧。 广据说,佛陀话音刚落,舍利弗就立刻入定。 观看的人眼前出现了奇妙的景象,舍利弗升到了半空中,人们的眼里充满了重养的神情,于是一口同声地大叫起来, 世尊做我们的法师吧,我们是您的信徒。 佛陀看到他们听法心切,就讲起了假我和欺骗。 佛陀说,思想和所有的感觉都要服从生死的规律,要理解我的概念,理解我组成的那些迁流变化之物,以及思想和感觉的功能是如何发挥的。 这样,你身上就没有余地来容纳个体的我,因为正是对自我的迷信才导致了一条绳索将我们束缚于虚幻世界的痛苦。 但当一个圣人知道无我的道理后,这种束缚的绳索就被砍断了。 在那些相信假我的人中,有的说我死后仍然存在,有的说他迟早会消逆。 这两个错误实在严重,如果说这个我可以消逆,那么他所努力获得的果实也要消逆,因此世上就不会再有别人了,难道这可以说是解脱吗? 如果说这个我永垂不朽,那么在虚幻世界的生死轮回中,就有一种记不生,也不死的物质,偏偏是这种自我。 这一来,整个宇宙只需一件东西,就够了我行我素,无需什么高尚,尊贵的行为,因为这种贪得无厌的我同管了一切,一切都已完成,又有什么可去争取的呢? 但当一个人了解到,世上并无这个贪得无厌的我,它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话,那么这个人就会从中解脱出来,进入到一个较广阔的视野。 它也会过着与此相同,而又不尽相同的生活,就像嫩芽从种子中发育出来,但种子又不是嫩芽一样。 因此,要记住,我并不存在,在我的虚幻下掩藏的才是真实的面貌。 我的概念是执着的心所考虑的,对觉悟的人来说,这样的我就是必须加以否定的执着,佛性却是必须加以揭示的珍宝。 佛性虽然与我相似,但它并不是由我或我所这种情况下的我,认为我是存在的这种看法,是一种把不存在的东西看成是存在颠倒了的看法,就不承认佛性的看法。 也是一种把存在的东西看成是不存在的颠倒了的看法。 佛陀又打比喻说,例如,医生给一个婴儿看了病,医生开了药说,在药未被消化之前,不得给他喂奶。 于是,母亲在他的乳头上涂上了苦药,使孩子不吃他奶。 当药被消化之后,母亲洗净了奶头,给孩子喂奶。 母亲的这种行为,是出自爱护孩子的慈爱的心肠同样的道理,为了清除世上的错误的想法,为了消除对我的执着, 佛陀曾向人们说明,我是不存在的。 当错误的观点消除之后,佛陀就告诉人们,存在着佛性,我将引导人们走向迷惑,佛性将导致觉悟。 有一个妇女,因为她不知道家里有装着黄金的箱子,而过着贫苦的生活,有人出自怜悯的心情,给她挖出装有黄金的箱子。 佛陀也是一样,打开佛性,给我们看,既然我们都拥有佛性,那么为什么会有贵贱贫富的差别, 又为什么要发生残杀和欺骗等令人厌恶的事情呢? 举例说,宫廷里有一个大力士,在她的额前带着一个玉石的金刚,她同其他大力士摔跤时,碰了前额,玉石的金刚被压绷了肉内,从而长了一个窗。 大力士以为玉石已经丢失,只想到要去求医治窗,医生一看就知道,这个窗是藏在肉中的玉石引起的,把它取出来给大力士看。 我们的佛性也藏在烦恼的灰尘中,我们看不见它,卓越的导师就可以把它找出来。 由此可见,尽管有佛性,却被它,撑,吃掩盖着,被叶和豹缠绕着,使我们处于迷境。 然而,佛性并没有丢失,也没有被破坏。 只要消除了迷惑,佛性就能再次露面。 正如大力士看医生为他取出的那枚玉石一样,我们也可以借佛陀之光,看到自己的佛性。 红,白,黑等各种颜色的母牛,都挤出白色的牛乳。 各种不同处境,不同生活的人,虽然他们的叶和豹不相同,但都具有佛性。 喜马拉雅山中许多贵重的药,这些药都在茂密的草丛中,人们找不到它们。 从前有一个闲人,根据这些药的气味,找到了这些药,他做了一个桶进行采集。 但在他死后,这些药又被埋在山中,桶中的药发生腐烂,随山西往下流,在不同的地方发出不同的味道。 佛性也是一样,是被茂密的烦恼之草覆盖着,人们很难找到它。 佛陀剥开草丛,使人们看到了这种佛性。 佛性的味道虽然都是样甜,但由于烦恼的原因,会出现很多种味道,人们会采取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 佛性像金刚石一样坚固,是不会被破坏的。 人们可以在沙粒和小石子上钻出小孔,但无法在金刚石上钻出孔来。 躯体核心能被破坏,而佛性却无法破坏。 佛性是我们最优秀的特性,我们习惯于尊卑。 在佛陀的教法中,人与人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只有知道佛性的人才是尊贵的。 金矿石融化之后,去掉渣子,便可炼成贵重的黄金。 把新的矿石融化之后,去掉烦恼的渣子,任何人都可开发出同样的佛性。 通过觉悟,开发出佛性,就解脱了烦恼痛苦,就成到了。 倾听金刚经的交响曲,在让我们回到当初佛陀打算解决的问题上,如何征服生、老、病、死。 人有生老病死,世间有生住一灭,宇宙有城住坏空,这些道理都是一样的。 像杯子坏了,桌子坏了,换个角度来看,他们是不是生病了? 如果有一天,这房子没了,桌子也没了,是不是可以说他们也死了? 我们一般在使用文字的时候,这些用词已经惯上我们的价值了,这个价值就是我值。 所以,龙树菩萨在大制度论中说,语言有三种,第一是邪,第二是慢,第三是名字,龙树菩萨更解释道, 一切凡夫的语言是邪,见到学人的语言是慢,阿罗汉的语言是名字。 邪是什么?我死了,除了身心现象死掉以后,心里面又产生一个死的感觉。 死的感觉就产生轮回,这叫邪,见到学人他知道,我是如幻的,无我的,如果讲无我死了也很奇怪, 他虽然知无我如幻,但阴心中还有残惜,所以叫慢。 阿罗汉他已成正解脱了,了无无我,所以他说,我死了,只是现象随灭, 实际上他是不受后有的,不会在生死大海中流转。 所以他说,我死了时并不值,这样的语言叫名字,是假名之义。 一个解脱之人,他说我的时候是无我的,一个了无无我的人, 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只是印着这个圆的名字而已。 在《冷言经》中,佛陀与文书菩萨有一段对话, 文书,无今问辱,辱辱文书,更有文书,是文书者,唯无文书。 世尊,我真文书,无是文书。 何以故,若有事者,则二文书,然我今日,非无文书,于中时无是非二向佛陀问文书菩萨,请问你是文书菩萨吗? 按文书菩萨回答,我若说,我是文书,那就有两个文书各是文书,一个是我说,我是文书菩萨。 如果我回答,我不是文书,那又与使法相伪,所以,文书者,即非文书,是名文书也。 所以,佛陀在《金刚经》中评价一切时,令人影响最深的话,就是我说某某,是非某某,是名某某。 佛陀的教法就是如此,了解这些,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要随时随地用正见思维的方法对照,不是去思维内容,而是要反观自己思维的核心,回归起思维的这个本性,让佛性自然开显。